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財 我們用令狐充來開局 然後來玩接下來的劇情吧 然後環境設定我們應該已經調低了 如果會有盾的話下次再調整 好那我們走吧 然後我們令狐充會有一些道具 看到這個主手武器有一個充零劍 上面寫此劍又拿來記憶一裝之可追憶的姻緣 然後這個是剛才打完黑衣人得到的武器 然後外衣可以脫掉這樣 充零劍 其實還蠻帥的 好啦我們穿完 這個 讓人見客有沒有 黑衣人也是蠻帥的 這個 這款遊戲還有耐久度喔 真討厭 而且這個造型根本是模仿那個電影版的那個令狐充吧 好走吧 好走吧 走 挺合身的嘛 眼我眼力真不錯 哈哈哈哈 有人來了 還有啊 哼 喂 你要把這炸塌了 咱們幾不是被活埋了 哼 也可是大名鼎鼎的守護者何洛一族 我就是將這洞炸塌了 也不會讓你們這些來歷不明的傢伙染指上堂 這洞一直往上爬 到哪兒是個鏡頭啊 到哪兒是個鏡頭啊 哼 哼 饒野我武功蓋世 沒讓教夫跟來實在是失散 真是折騰四爺了 啊 好像有風 喂 大叔 醒醒 咱們好像快到出口了 不 不錯 馬上就到了 到我死中的出口 咦 什麼時候冒出來的 回來 爺我便告訴你吧 熊鬼再努力 也追不上爺的 趁早死了這條心 拿命來吧 唉 真是沒完沒了 我剛才那招蠻帥的耶 我想先打他 打得到嗎 蛤 空招喔 蛤 這個距離很難抓耶 好痛喔 這個人很強 啊 只能用第一招 打坐 哦 贏了 又升級 你們 逃不了 多遠的 嘿 把野我 和你們這些窮鬼相提並論 再來多少個也是一樣 東豪孔金 果然不是泛泛之輩 嗯 這個女的 似乎不是什麼簡單的角色 哦 女娃 你便是這些傢伙的頭兒嘛 來得正好 爺門這和洛伊族 可是偉大的聖堂守護者 竟然敢騎上爺門 打的究竟是什麼主意呀 今後聖堂會由我們來管轄 自然是用不著你們這些所謂的守護者了 這位大姐 你們究竟是什麼人呢 哦 你便是天外來客嗎 未免夜長夢多 果然還是一塊沙的好呢 哦 好像有點強欸 先休息 先休息 不要打我 打他 對 打他 好強 欸他 他說圍攻他欸 好 終於可以用第三招了 帥 OMG 你不要一直放雷火彈了啦 打不給人家了 打不給人家了 給爺乖乖乖站好了 還想故技重施 還想故技重施 好強了嗎 楠大人 這洞要垮了 扶下建議 先行撤退 你以為這樣就能擋住我們嗎 孔大叔 你小子怎麼還在這兒 快給我滾 該去找誰你自己明白 哈哈哈哈哈哈 還不跑呢 好 爺我就再陪你們玩玩 吃我的霹靂蛋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了 想不到他竟然 孔大叔 雖然咱們認識不久 還是多謝你救了我一命 你可比我認識的 另一個霹靂堂堂主 有擔當得多了 為了順利回家 我也會努力尋找這兩本天書的 希望 這也能告慰你的在天之靈吧 唉 我果然又來到了另一個世界啊 誒 我記得大叔說 要到什麼村子和南賢會合 嗯 啊想起來了 似乎是叫拱石村 還有南賢 嗯 村裡的人會知道這個名號嗎 它叫什麼名字來著 哦 是啦 好像是叫徐霞克 讓我瞧瞧啊 附近有什麼村子嗎 啊那裡似乎有個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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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先往那邊前進吧 好 好 以自動存檔 右上角一個時間 這時間是幹嘛的 然後孔大叔就這樣犧牲了自己 然後剛才好像沒 介紹到足手武器 是令狐一劍的話 就是令狐充的隱藏角色 會出現這個 送你的充零劍 直接用來記憶一雙 資格追憶的姻緣 然後跟一些 好就這樣 然後我的花鼠好盾喔 不知道為什麼 啊痛 挖掘 回不去了 這可以用 用滑鼠 用那個 搖桿丸嗎 要怎麼下去啊 喔好像可以直接 直接下去喔 那我可以直接從這邊下去嗎 哈哈 直接摔死 我想說怎麼不能存檔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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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剛剛 喔對不起 因為我剛才在 縮小畫面 然後看一下那個 那個露營的程式 結果就一直往前走 喔好爽難用喔 有什麼啊 唉唉唉這種東西 我是不是漏掉很多東西啊 我是不是上不去了 算了啦 麻煩喔 地圖太大也是很困擾的 你知道嗎 太多東西了啦 打豬 我要打一豬 唉唷 野豬很強嗎 剛才那個跟藍服役打的時候 有那個語音 我沒有按 忘記了 好容易密死喔 為什麼不能打他 為什麼不能打他 嚇我一跳 嚇我一跳還不能打他咧 他爆擊 你剩下什麼資格爆擊我 贏了贏了 我怎麼覺得好像很容易升級 預升 哇這好像很好 很好電腦效能 這種遊戲看攻略網就不好玩了 所以要自己去發掘 那邊有人 來 代言證的阿博獲得狼狗 調查 好 這樣順多一點 一款遊戲可以做成這樣其實也是不簡單的啦 所以大家要多給鼓勵 雖然 大家說 Bug跟優化相 蠻多的 優化沒有做很好 還不能飛嗎 黑皮 你好啊 你好啊 你擋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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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 你擋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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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爬屋頂了 今晚做什麼菜好了 拱之村的後山 到什麼時候可以存檔嗎 可以了 終於可以存了 我們這邊問到情報就 這集就差不多結束了 這款遊戲我可能要錄一年喔 做成那麼大是怎樣 剩下的東西 房子進不去 可以喔 有東西吃嗎 沒有 沒東西吃 我就可以續進跑對不對 對喔 暗1 落圓獄 他搶嗎 不想不要跟我結束欸 你可是在跟未來的武林第一交手 你可是在跟未來的武林第一交手 方天坤 怕了吧 還好 省意無極 啊啊啊 換錯了 換錯了啦 好 這款遊戲就是 行走不能取消 唯一的缺點 那我現在不能點他是不是 你武功失敗 裝備糟糕 長相更是讓我痛心疾首 來檢討檢討啊 呵呵呵 你長相才糟糕咧 蛤 蛤蠻強的欸 蛤 閃掉 蛤蠻強的 好煙耶 兩個大家說優化不好 要互相反擊就對了 贏了 果然我還是輸上那麼一行半點兒 這人似乎挺有意思的 打輸了也不好呢 你 不對 打了半天 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 那我又怎麼稱呼你呢 我叫洛元玉 我瞞你說 方才你問我是做什麼 我沒回答 那是因為 我還真沒有在做什麼 我覺得吧 咱們活在這世上 不過滄海一數 甚至人的一生 對於天地來說 搞不好就是眨眨眼的事情 因此 我總想著 要去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 若是不嫌棄 咱們便結磅而行如何 路上有個照影 江湖上 也能互相提點 這樣啊 第一個隊友GAT了嗎 原來我們的 河陸群俠傳第一個隊友 就是我們的洛元玉 就跟我們金融群俠傳的 第一個隊友 林平之是一樣的 好啊 欸他好好笑喔 我喜歡這個人 好啦那就這樣囉 追擊到這邊囉 好好笑喔這個人 他臉好 他臉好僵喔 呵呵 等級爆 喔 喔沒有沒有 等級應該是跟我一起的 行義無極 大家記得可以把 就是那個角色的那個 裝備把它A一下 然後自己用嗎 呵呵 以形成這樣 可以有洛元玉的 名字 祈求新生活 健康平安的金鎖片 洛大良 作為長姐 新口腦把洛元玉長大 並不富裕的洛大良 曾多次將之典當 贏過年關 但總是會在流浪前 把它贖回 他可以練什麼嗎 欸這次的 噢 夜叉棍法 路人越早年 唯一名不起眼的乞丐所救 從其中吸得的棍法 就是 每個人的招式不知道有沒有限制齁 這個要 要 要 確定一下 運行 那我的內功什麼 我的內功嗎 我沒有內功 我什麼都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 消耗800 這個學過了嗎 OK 那這個咧 這個還沒 那先寫這個 物學 這邊 這邊 OK 好 然後我們存檔 我再去查一下 每個人的武學 能不能一直修 一直修練 好那這集到這邊說 希望我們上次頻道 我下方的圖片 按一下 訂閱 右下角的訂閱按鈕 跟鈴鐺記得打開 來 這樣我更新影片 你就有收到通知囉 謝謝大家 這裡就看